其实关系的还是民调 我们的细部分析 旺旺中时民调的部分 在年轻人的选票部分 20到29岁的部分 可以看到胡志强的支持度 是24.5% 林佳龙56.1% 其实十年过去 林佳龙也老了十岁了 但是那年轻的选票 他是大幅增加 可是在50到59岁的部分 可以看到胡志强是34百分比 然后林佳龙也赢他了 有一成44.8% 为什么年轻人 在这个问卷的一个结果呢 他是挺林佳龙的 对啊 我是觉得啦 目前看这个交叉分析之后 大概态势来看 真的是胡志强是全面性的落后 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年龄层 不管任何一个学历 不管几乎在哪一个地区 连他自己做了十几年的台中市 都落后林佳龙 所以我这样这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一直在讲到说 胡志强的这个局势 真的非常显恶的最主要原因 那当然刚刚慧文特别提到 是年轻人 那年轻人你刚刚讲说 虽然你知道过了十年也老了十岁 但还是比胡志强年轻 那我想这一波尤其是 我想今年非常值得去观察的地方在于说 今年这个太阳花运动之后 年轻人参与政治的热度 是不是真的可以如大家原本想象的 维持到年底 而当然维持到年底的时候 它会改变每一个县市的什么样的局面 而且每一个县市当中比较年轻的 或者提出比较年轻的创新的一些政策的人 他们确实是不是比较得到青睐 我觉得这在台湾的选举当中 今年底的年轻人会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变数 那再来一个就是蓝绿结构 对整个蓝绿结构来说 因为在过去这些年 整个蓝绿恶斗到太夸张了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 尽可能大家都要淡化 他自己的政党色彩 你不要讲台北市的柯文泽了 林佳龙其实也是啊 他就既然淡化 然后用服务 大家听到太多太多类似的故事了 去三脚下 送米粉汤 送茶 去殡仪馆 你只要去到里头去 一定是 一箱水 好好的 残呵呵 这个林佳龙从来没有漏过 他就用服务去取胜 取消你的 不是取消 就是淡化你自己的这个政党色彩 因为台湾的蓝绿结构 在某个程度来说 让选民非常的厌恶 我想这些点其实都是 在今年国民党的一个蛮大的包袱 但是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从这个交叉分析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我是不太赞成讲到说 胡适洋的最大责任是他自己 因为我觉得啦 其实目前台中市的一个局面 就我们刚刚也分析过了 其实不是他自己真的想选 那所以呢 你说自己城市自己救 他救不起自己的 只有国民党可以救他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党自己救 就整个状况来讲 目前台中市的局面 是他是国民党集体搞砸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 他必须去处理这个问题 否则就只能够等民进党 等林佳龙自己犯错 对 刚刚我们私底下在讨论的就是 其实林佳龙这一部分也是有隐忧的 我觉得其实刚刚会有您讲的说 20到29岁 胡志强跟林佳龙差那么多 24对57 都差了30% 可是想想看10年前 这些20到29岁 10岁到19岁 根本就没有投票权 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政治的发想 或政治的这种兴趣 是这10年来所产生的 所以蓝绿的差别 或是他对林胡之间的差别 是这10年来 他看了胡志强的市政 哪些跳票了 哪些做不好 哪些对于他们 尤其他们还是学生的居多 他们会觉得说 这10年来 他们就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胡志强的找门 那当然林佳龙也老了10岁 这个胡志强也老了10岁 那这10年来 两个老了10岁的人 再没有一个 搞不好 你要学生最喜欢的是 最年轻的 可是现在没有这样子的人 所以两个老了10岁的人 他选择 当然是选择林佳龙 那至于林佳龙 有没有隐忧 当然是会有的 林佳龙 您刚刚讲说 10年前到台中去蹲点 林佳龙有没有隐忧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很忙了解